我现在教你的 我现在训练你的功夫 上国中一样照用 你一样 完全一模一样 你们到底懂不懂分母是什么 分母就是切一切 分母就是切一切 然后分子就是拿出来 听不懂 所以二分之一就是切两份拿一份 三分之一就是切三份拿 那四分之三就是切四份拿三份 所以分母就是切一切 切一切就是除法啦 切一切 懂不懂 懂不懂 真的懂 真的懂 会吼 所以分母就是切一切 分子就是拿出来 切一切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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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不会了 所以我一直搞不懂 为什么你们班上同学 有人分数不懂 分数很好懂啊 分数就是切一切拿出来而已啊 你们学校不是一开始教你们画图 小学二年级还是三年级 有没有 画图之后 然后跟你讲这叫几分之几 几分之几 几分之几 有没有 有 那你是不是在数全部 全部全部全部几分 然后图几分有没有 有 所以就是切一切拿出来 切一切拿出来 分数就是切一切拿出来 切一切拿出来 会不会了 那一起成叫 这个到底会不会啦 这个 这个叫什么 一样的一样叫什么 通分通分 这个叫 记起来 通分通分通分 我知道 知道 找什么东西 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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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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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把它这里怎么切怎么切结合啊 所以叫除法结合 绿 绿 懂不懂 懂不懂 懂 懂不懂 懂 啊其实 那我问你了 那请问你哦 来看这边 来回答我哦 注意看 这个是 这个是四分之 四分之三 好 再来看这边 好 这个叫六分之 好 四分之三 加上 四 切四分 切一切拿出来 四分之三 切一切 拿出来 六分之 一 到这里会不会 會 来那我请问你 那现在比要切 一起切几份 十 好 切成十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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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切十二分 只有四分怎么切十二分 各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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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分 各切三分 注意看了 一 各切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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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分 三分 三 一 二 三 四 三 四 四 三 十二 來開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九 乘以三 乘以三 各切三分 乘以三 各切三分 乘以三 因為這三分 這三分 是不是這四分裡面 拿出來的 切一切拿出來 切一切拿出來 所以這三分也是這裡面的啊 啊你這裡切了 那這個也被切啦 所以這乘以三 這個要乘以 三 這乘以二 這要乘以 二 啊所以全部合起來就是十二分之 一 受功 所以通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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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變一樣變一樣 叫通分 有沒有聽清楚 那你要找你要找你要找 他們的 最小 封背書 寫上去 最小封背書 好 加減講完了 加減講完了 再來換乘除 換乘除 乘你們會喔 加減 通分母 啊通分母 就是什麼意思 通分母就是 大小塊 嘿切成大小塊一樣 切成大小塊一樣 啊切成一樣就可以比啦 就可以比啦 有沒有 聽得懂嗎 有沒有 啊你三塊 你三塊我兩塊 那我比你多一塊啊 我就是比你多 切完六分的一塊啊 聽得懂 來我請問你了 我請問你喔 我有五十塊啊 我五十塊喔 他只有十塊美金 我五十塊新台幣 他十塊美金 誰比較多錢 我五十耶 他十耶 我五十耶 他才十塊耶 誰多 美金啊 為什麼他多 因為你要把它換成台幣 你要乘以 三十 三 三十 三十三 所以你猜是多少 三百 三百三十耶 他是三百三十耶 所以你比大小的時候 一定要是一樣的東西 一樣東西才能比啊 你聽得懂嗎 懂不懂 那我求你了 我身上帶十塊美金 五十塊台幣 所以我身上多少錢 六十 五十加十 六十 對 所以記起來一定要注意單位 懂不懂 所以通分母 通分母也是在做一樣的事情 你要變一樣的東西 才可以加減啊 懂不懂 所以加減要 加減要 加減 加減 大小塊變一樣 會不會了 那記住喔 那這裡變過來教 通分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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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分母大小塊就會變 一樣 會不會了 會 這裡教 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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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分母 通分母 也一樣 嘿大小塊變一樣 會不會了 確定會了 會了 所以我加減交完囉 我加減交完囉 我加減交完囉 好 再來 你們都寫上了齁 都寫上了齁 好 再來 換乘儲 乘儲要做什麼事情 改 上下 對 改上下 什麼意思喔 我抄題目 來 四分之三 乘以 五分之四 是 來我們來算 我們來算 那個 乘儲喔 注意看這邊喔 來我先請問你了 他怎麼來 四分之三分 四分之三是怎麼來的 十 從上面念下來 三 十 好 所以四分之三是三除以四來的 那 五分之四是怎麼來的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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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你們兩個怎樣 三 十 那再請問你 五乘以二代多少 十 那再除以二咧 五 怎麼又變回五了 因為乘儲可以 要抵消 所以 那你就知道乘儲可以抵消 乘儲可以抵消 那在下面不就除 在下面不就 除的意思 上面這個就是乘 要乘的 要乘的數字 下面就是指要除 要除的數字啦 所以 最後 最後呢 就可以變成 三乘以四 除以 好 有兩個東西要乘 有兩個東西要 除 除啦 會不會了 會 那你就發現啊 乘以四跟除以四可以 所以最後只剩三 除以五 所以變 五分之三 五分之三 收工 講完 除大會再講 成除會了嗎 會 成會了嗎 會 成會了嗎 會 為什麼 為什麼要改上下 為什麼要上下 上下 因為下面都是除 上面都是 成 那 成跟除就可以 抵消 會不會 會 會 真的會 五分之一 五分之一呢 這裡就是一啊 這裡就是一啊 這裡就是 這裡就乘一啊 就乘一啊 不能抵消就不要抵消啦 那就不要抵消啦 那我敲過你啦 都是除 除法結合律 神法結合律 除法結合律 那不就等於 就這樣子而已啊 啊 所以就很簡單啊 如果 不能 不能抵消的時候 啊 你就把 要撐的東西 全部撐完 要除的東西 全部除完 那不就好了 就這麼簡單 我給 會不會了 懂不懂 你知不知道我為什麼要改上下 因為要分清楚 上面都是成 下面都是 除 那你分好上下之後呢 就可以去找可不可以一起抵消 懂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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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懂 如果不行怎麼辦 那成的就結合 除的就 結合這樣就好了啊 懂還是不懂 真的懂 為什麼變二死 其實就是所謂的 除法 結合律 那上面呢 為什麼 神起來 結合律 會不會了 會 真的會 真的會 真的會齁 好 來 來 來來來 等一下 先把它寫上去例子 來寫上去 謝謝 好 我跟你讲你们学校老师程楚法只会教你怎么算 他不会解释给你听 他不会解释 没有解释清楚你们学很多东西都学 你们会慢慢摸索 你要算很多才会突然发现原来是这个道理 可是如果你懂的话 你就可以触类旁通 你就可以举一反三 你会记得比较注 会吼 记得比较快 也知道为什么 你就比较把方法记得比较熟 会不会了 你们在听 好 所以呢 所以呢 你注意看了 所以在上面是什么意思 在上面是乘 在下面是除 所以我改上下 我改上下 我改上下 就是要上下底下 就是乘除底下 上面就是乘 下面就是除 所以呈除底下 就是上下底下 会不会 会 会不会 会 真的会了 真的会 会 会吼 啊所以呢 这个写上去 改上下就是为了做什么事情 上下 底下 对 我就是要上下底下 我改上下 我改上下就是要看清楚 有成到什么 有除到什么 就可以上下底下 懂不懂 懂不懂 懂 好 那上下底下就是等于 其实就是 上下底下 其实就是 存除 对 存除底下 你说 林子轩你问的问题很好 你会顾虑到其他 其他种可能 你没有懂得去设想 设想那个环境的变化 会有哪些可能 你知道台湾的老板 过去大陆之后呢 发现大陆的人 大陆人很拼 一样 他交代一个任务 你知道吗 台湾的年轻人 大概提出三个方案 三个解决方式 大陆年轻人 可以提出十五个 人家一定要把你的工作抢过来 对 所以呢 你有时候在做题目 要去想其他种状况 好 我为什么要改上下 我为什么要改成上下 上下 上下 因为我要找出来 因为我要上下 底下 因为上下底下就是所谓的 真的懂 真的懂 好 我还要改题目了 我要改题目 我这里可以插了吗 可不可以插 上下抵消 成属抵消 上下抵消 成属抵消 可不可以 改上下 改上下就可以 上下抵消 就可以就是成属抵消 我要改题目了喔 我要把这里 我要把这里改成 不是 改成二 要去吗 老师怎么办 上面是 乘以二 这里是除以四啊 那 那是偷懒 你们讲的没有错 除法结合 乘法结合 没有错 你们没有讲错 可是还可以再预约分啊 所以变成 对 那 书听我讲啰 好 你很机车 我知道 好 我把它改成九十九 这里 改成九 来 你用你刚刚的方法 乘啦 乘啦 懂不懂 你不要除法结合 乘法结合 懂不懂 懂不懂 你应该要先学会 抵消抵消 因为数字变小 你就会很好算 而且会速度变快 听得懂 所以注意看啰 我用刚刚的解释给你听 刚刚这里是四 这里是二 来 看这边 来 你跟我讲 他怎么来 三 三除以四 三除以四 对不对 那注意听啰 四 我可以变成三 除以二 再除以二 除二除二结合 变除以四 除以二除以二结合 就变除以四啊 啊他不就是 那他就是二 除以五 那你就把两边相乘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啊所以最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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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好像都跟不上 你好像都跟不上 这里除以二 这里 除以六 结合所以变成 十分之三 变成三除以十啊 所以变成十分之 三 三 那我问你呢 你为什么不在这里就上下底下啊 除以二等一 一 除以二等一 二 所以呢 五二 十 十 三一 八 结合 会不会了 所以还是一样要先上下 底下 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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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嘛 因为这四就是二乘以二啊 有二啊 那你把 你把二跟他这个二 可是他在这个位置叫除 在这个位置叫 乘 就可以抵消 懂不懂 懂不懂 所以你就起起来上下底下 上下底下就是 乘除抵消 乘除抵消 懂不懂 所以你会发现很像约分 有没有很像约分 啊除以二除以二约分啊 有没有发现 因为你们两个根本就不同果的嘛 因为你是成我是 除啊 就可以约分啊 会不会了 所以上下 上下抵消 上下抵消就是乘除 抵消 会不会了 写上 不要挤在一起 后面还有位置 你挤在一起回家就不想看 好再改了 我也要改了 我也要改了 你看我加点神鼠 一天可以上完 好了吗 我直接给你跳到国中去了 喔 这样跟我插了 你们真的懂齁 再来就是要练 你才有办法真的 真的把自己的程度拉到国宜喔 比别人快两年 知道齁 一定要练 我要插了 好 来 我改成这里 都没有咧 都没有咧 如果都没有呢 等一下 一言还没抄完 一言还没抄完 一言写完 既然都写好了吗 好 好 你回去齁 你回去叫你妈妈去买两颗铁球 有没有 那整天就跟那个黑社会老大一样 转转转转 有没有 就一直转一直转 那你的手就变得很有力气 有没有 你就可以一直很快了 会不会 呵呵呵 好 如果国要追你的时候 你就可以拿起来丢它 知不知道 会不会有那种训练腕力的球 你知道 牵球 牵球 牵球那么大 你能不能 好 再来 这个好了没 这要写快喔 好了没 好 之后来 注意看 这个是除 这个是除 5 所以你把它 交换率 换在位 换位置 所以会变成3乘1 再除 4除1 5 那3乘1呢 两个结合 所以 3 3乘1结合 那后面两个都是除法 所以结合 啊 所以会变成3 1 3 5 4 4 4 5 哦 放个屁干嘛脱裤子 你干嘛写那么长 啊你就直接5 4 好 啊你就直接结合就好了 3 1 好 写上去 好 所以不能抵消 就直接结合 好了吗 好了 确定好了 好了吗 好了齁 我要插咯 好 好 好 再来 再来 最后一个 除改 全点倒 我在讲这个时候我先 我先 学校有没有打过棒球 有 有 有吗 有没有拿棒子挥过 有 那我你我们是右撇子对不对 我们都是右撇子 所以注意看 我们右撇子表示右手是有力气 所以呢 所以呢我们在握棒子的时候一定是先用右手抓棒子 然后这里握着 然后这里握着 啊你在揮棒的时候 注意看 你知道你是哪一只手在出力气吗 右手 因为你是右撇子 你是用右手 所以你这只手是把棍子这样揮出去的 可是如果你这只手绑起来不要去动搭 你这样子挥的时候 你这样在挥的时候 会上下晃动 所以原来这只手的目的就是要控制 方向 固定 有点类似支撑点 你听懂吗 所以你在揮棒的时候就会这样子 有没有 这里都是固定有没有 然后这里用力吹出去 吹出去 可是如果你是左撇子 你还这样子喔 所以你会发现了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会变成你是左撇子 这只手你是有力气的 所以你会在这里 这个就固定方向把这个 这里抓住 然后就这样子挥出去 就很有力气 所以记住了 当你是交换的时候 会上下什么 你的手会上下 颠倒 所以注意看喔 我要开始讲喔 注意看 来请问你 一乘以二等于多少 好厉害喔 一乘以三 一乘以四 一乘以五 一乘以七 一乘以九十九 一乘以一二三 一乘以三分之二 一乘以四点七 乘什么就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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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以一都没有变啦 所以注意看这边喔 注意看喔 那乘以假 乘以假 乘以假 就假嘛 会不会了 那乘以 乘以 乘以 乘以F 就是F 会不会了 所以乘以一 任何东西乘以一都没有变 没有变 没有变 懂不懂 懂 好 好 那请问你了 看这边 来 等于多少 三分之一 多少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会不会 会了 会喔 好 那我再请问你了 三分之一 一从上面念下来就是 一 诶 一樣耶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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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有没有发现 这里一样 结果一样 球被你打出去了 啊 球来了啊 球来了一开始都是一啊 有没有发现 有 一开始都是一 不同的算法算出来 结果都是一样啊 三分之一 三啊 你有发现这件事情 乘跟除 乘跟除 三 如果你把它变整数就是 喔 不会 三整数你会不会分分数喔 三分之九喔 九除以三等于三 对啊 那干嘛那么麻烦 你就直接三 除以一 所以整数 整数就是分母一 整数整数就是分母一 除一除一嘛 三除一就是三嘛 分母一嘛 有没有在听 所以三 除以三 你一开始一除以三 对不对 那三其实就是 等一分之 三 那你会发现这件事情 乘跟除 乘换成除 后面 除变成 成变除 除变成 所以呢 除改成的时候 上下要 变倒 啊 会不会啦 看得出来吗 看得出来齁 三在下面 三在上面 有没有 有没有 下面上面下面上面 有没有发现 有 会不会 对 好 所以我把这里改成一分之三 好了 到底要写刚刚那个 还是一分之三 算了 一除以三 那这里等于一分之 对 应该要先写三才对 三等于多少 一分之三 来 写三 好 除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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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改成的时候 后面就颠倒 那你改成成的时候 不就是一 就可以什么 就可以上下抵消啦 讲完 好 准备大工程 我们这一本大概要写到十一月中 之后 那么快 对 差不多 差不多 好了吗 不够多 不用担心 你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我会控制好 好了吗 糟糕我又差了 会不会差太快 好 好 来准备 好 加减 通分母 加减通分母 那什么叫通分母 那什么叫通分母 大家加减 那谁要做什么事情 找 最小 最小 公倍数 最小公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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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再来 乘除改 上下 那改完上下之后 就可以上下 抵消 就是乘除 抵消 所以改上下 改上下 改完上下 上下之后 就是要去找 乘除 抵消 會不會了 會喔 再来 再来 除改 除 你要改成什么 除 你要把它改成 沉颠倒 除 要把它变成沉颠倒 懂不懂 所以加减通分母 乘除改上下 除改 沉颠倒 再快 加减 乘除 除改 除改 加减 乘除 除改 除改 加减 乘除 改上下 除改 除改 沉颠倒 會不會 會喔 我差囉 我差囉 來 準備 做題目 喔 來 開始了 全部重點寫完 好 7.5乘以 8分之5 減掉 0.25 乘上 1又 5分之3 除以 除以 2 2 6分之1 減 7 6 4分之3 來 準備 課本合起來 放抽屜 用不上 好 來 準備 來 先從哪裡算起 記住 你一開始要先做記號 先做記號 懂不懂 所以一開始一開始 你要先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小數 改成分數 會不會 啊 所以呢 7.5 就是等於7 看到 1.5 1.5 1.5 2分之1 2分之1 再來 0.25 你有背過啊 0.25等於 4分之1 好 所以找到分數 找到分數之後呢 重新 抄題目 所以呢 一邊抄的時候 注意喔 你要指著 念著 寫著 寫著 所以指著 念著 寫著 寫著 所以呢 我們哪 身體哪 三個部位是在動的 左手 右手 嘴巴 其實還有眼睛啊 還有眼睛還有耳朵啦 所以你要指著 念著 抄著 抄著 開始抄 手寫出來喔 7喔 8分之5 4分之1 8號 2 1 5分之3 4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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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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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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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注意看 都是什麼 承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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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 承除 只要都是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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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其實承就是除 除就是承 因為他們兩個可以改來改去啊 聽得懂 所以記起來承就是除 除就是 承 聽得懂 所以你可以全部亂換位置懂不懂 懂齁 所以再來看這邊喔 承除 承除 記起來要先改上下 七 二分之一怎麼來你知道嗎 改上下會不會改 改成假分數啊 沒有 你們不會改上下 來看這邊 來 七喔 二分之一來看喔 七是完整的 整數 整數還沒有切 還沒有切 人家是切幾分 兩分 那你就把它拿來切一切就好了 這是怎麼切嘛 全部要切嘛 切幾分嘛 所以七二 再加原來的 切完再加原來的 切完成加原來的 切完加原來的 所以呢 全部都切一半 現在總共有幾小塊了 十五 所以就是乘上去加 乘上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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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一切加原來 切一切加原來 會不會了 會不會 一二三四五六七二分之一 齁 好誇張喔 你們回去三年幾了 齁 你們兩年的要睡前都把人家多拿了 來 切一半 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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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 十五 會不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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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來 改上下 二七十四加一 十五 唸出 唸出你 你腦袋想的 算事都要唸出來 你不寫就要把它唸出來啦 懂不懂 再來 不用 八分之三 再來 五一五 五一五加三 再來 超 除一 對 好 大家改上下了 大家就改上下 改上下了 改上下的目的其實 就是要 欸 還沒 還有一個除 除還要再改 除要改成 除要改成 除要改成什麼 除要改成 成 成 顛倒 顛倒你手 兩隻手指折就要給我翻過來 除改成 顛倒 會不會了 會 啊 恭喜你了 這樣子才是上面都是 成 成 成 下面都是 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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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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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不懂 啊 這樣 記起來這個一定要成喔 這樣才是代表上面都是成 懂不懂 好 再來 改上下 改上下 就要上下 底下 就是成除底下啊 啊 所以開始了 有成到二 欸 一模一樣太棒了 就直接鐵掉就好直接 還有 除以五 這裡要除以五 隨便 三 那其他都抵消掉了 啊 所以最後呢 三三 那這一一一一就不用管了啦 會不會了 交完了 加減 通分母 加減 通分母 成除 改上下 除改 電倒 三步驟 不管再難的題目 你都會 會了 所以就是這三句話而已 加減 通分母 成除 改上下 除改 成電倒 懂不懂 小心先後順序做符號 小心 記起來每一個題目都有順序 所以你一定要做符號 做記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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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不懂 懂 打開 寫上 全部都要寫喔 不行啦 不行啦 你這裡一共有八種啦 就跟以前圖形一樣啦 對 我待會後面還會教你第二種 第三種 第四種 第五種 慢慢教 所以這本我會幫你做 做至少一半碗 我會幫你做一半碗 我會幫你做一半碗